這個應該是標準要找楊醫師的這種 那這樣還有救嗎 這個皮下脂肪 局部的皮下脂肪 還是可以剪的 這個你要怎麼建議 通常這種是基礎代謝比較慢 就是我們講它是甲狀腺在管的 基礎代謝它體溫通常也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時候尤其是晚餐不能吃太油的 晚餐一定要吃澱粉 這種人晚餐一定要吃澱粉 真的嗎 光看這樣就知道他一定是 他一定要吃澱粉 晚上不吃澱粉是瘦不下來的這個皮下脂肪 因為晚上吃澱粉晚上睡覺的體溫會升高 幫助代謝皮下脂肪 那我是要吃精緻澱粉還是 我講的意思是說晚上要吃澱粉 但是晚上不能吃油 如果你是吃炒麵就不行 因為太油了 如果你是吃飯又配滷肉就不行 那其他兩餐可以不吃澱粉 晚餐一定要 晚餐一定要吃澱粉 這種叫皮下脂肪 那這個浩然 你那時候生活的孩子 肚皮有曾經鬆過的現象嗎 其實大家看我瘦得這麼快 其實瘦得快的人特別容易肚皮會鬆 為什麼 因為你快速從很胖的瘦下來 而且我不是靠運動 我是靠少吃 所以一定都會有 對 所以我就變成說 你不愛運動的人 那你瘦皮鬆了要怎麼辦呢 我就是有稍微去那個 瞞著我老公 聲音越講越小聲 瞞著老公幹嘛 瞞著老公有去做一些微整型 有點像電波拉皮這樣子 電波拉皮 對 就好像很熱門 電波拉皮 因為你知道女孩子 像我們這種生完快速瘦下來 而且你再擦瘦身霜都沒有用了 那你又想要恢復到 有時候出國想要穿露肚子的嘛 比基尼啦 對啊 那怎麼辦呢 那電波拉皮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個東西 他就說 他不是侵入性的 他就是在上面用打的 而且很多人都覺得很痛 所以我那時候一度很害怕 但是我去試過真的一點都不痛 一次就有效果啦 我自己是一次就有效果了 就是說做完之後 大概兩到三個月之後 他就慢慢變緊實 而且老公完全不知道 因為沒有傷口 難怪中平都不曉得啦 對啊 所以他是慢慢慢慢變緊實 對 他慢慢慢慢變緊 他不是一下子就變 因為不可能一下變緊啊 然後我老公只會說 你最近怎麼肚子好像變平了 然後就沒事他在的時候 你就故意在那邊騎腳踏車 假裝運動對不對 髒眼髮 對 所以我現在肚子其實還滿平的 那個浩然剛說的電波拉皮是OK嗎 對 今天Steve Jobs剛有過世 他說他是創時代的發明 那其實皮膚科的電波拉皮 幾乎是皮膚科的創時代的發明 因為以前皮膚如果說鬆啊皺啊 大概就是所謂手術拉皮 那手術拉皮現在還是有人在做 不能說他沒有用 真的是皺得像沙皮狗 可是如果說 手術用拉皮的這邊 一般手術是拉到哪裡去啊 腹部的拉皮其實很可怕 真的開彎刀之後 那個 秀出來的話 他是整個下腹部 就是像你的腰帶一樣 這樣整條 嗯 就像整條的 的巴 這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他只是把那個傷痕藏在褲子裡 對 所以事實上 他有穿成皮基尼的時候 可能就不知道 可是他只要一把衣服脫下來 那就不得了 那如果老公在意的話 就又影響到夫妻 就很可怕 這叫穿頭 就穿頭手術拉皮 那你說電波拉皮是怎麼回事 電波拉皮的話 其實就是用熱 我們知道說 只要夠熱 就可以讓這個組織緊實 我們大家煮過飯嘛 對 那個你只要肉丟到鍋子裡去 那個肉就縮起來 喔 你有帶照片對不對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照片看一下 哇 等一下那不是我 我要是 我要澄清喔 先聲明一下這次玉小姐 怕大家誤會 喔 這個差別很大欸 真的 對 其實因為電波拉皮 他做下去是 像玉小姐講的 一點 一點傷口都沒有 沒有吧 就是更好的是他沒有那種立即效果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怎麼今天去跟 一夜之間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那也嚇死人了 對 他大概幾個月之後 慢慢慢慢緊實起來 喔 所以就是做一次之後 過幾個月就變這樣啊 對 啊 那陳醫師 中醫的邏輯有沒有譬如說 用穴道按摩的方式來輔助 我們的肚皮比較緊實 對 骨盆的上緣 對 那是骨盆的地方 那我們大概舉一個中點 中點 往下一點點叫 關圓穴 喔就這一個嘛 關圓穴 那個是不是有些人說什麼 丹田那一帶 就那一帶 丹田在這個區域 那關圓跟肚臟中間點叫氣海 氣海 這兩個穴位在比較下端的地方 都補氣把氣往上提的作用 那另外肚臟到往上摸 一直摸 一樣可以摸到一個硬的東西 對 那個叫剪圖 硬硬的就是它 我的那個肋骨交叉 對 交叉的地方 就很重要這個 人工呼吸的時候要擠壓 對 對 然後中間點 叫做中管 中管 在屋底部的地方 我們如果常刺激這個地方 它有抑制食欲的作用 真的喔 肚臟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一個叫水分的地方 水分 那顧名思義的話 就可以把水 從身體裡面把它分出來 如果按摩這幾個靴額的話 對於我們肚皮要 要緊實的話 把水分排掉 都是有幫助的 就是這個圖當中四個穴 欸 或者用那個肉桂的時候 一邊按是不是也OK 欸 對喔 把兩個加起來齁 肉桂磨邊按穴道耶 向老師平一點頭可以齁 對不對 應該有兩個 非常合理 對 我們用這個天然的食材 來幫助大家 看能不能緊實提出好不好 好 今天這個天然的食材 又是很好吃的食材 一個是白茯苓 那因為我們要來做敷身體 所以我們把它先磨成粉 那磨成粉以後 我們就跟蜂蜜調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調多一點的話 我們就把它開始敷肚皮 因為實際上 如果媽媽生完孩子 除了有鬆的狀況 還有潤沉紋嘛 然後 而且還有色素沉澱 對不對 所以我看過那個花 那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用這個敷的話 因為蜂蜜它非常保濕 然後它也抗氧化 所以它能夠 應該說它可以幫助消炎 那所以你用蜂蜜 調上膚鈴的時候 那變成這個膚劑 它可以讓你的膚色變均勻 然後慢慢淡化 而且重要是還可以緊濕 真的 所以你一面吃 然後一面敷 然後臉上也可以一起敷 就全身都緊了 但是敷完大概多久要把它洗掉 實際上因為它是天然食材 那也比較不會造成皮膚過敏 所以我覺得大概15分鐘 20分鐘都沒有關係 那其實如果照我們陳醫師 剛剛分享的這個穴位 就是做這樣子的按摩 那也又可以幫助排便 那因為我的手腹部 也是因為便秘的關係 那我覺得效果一定會很好 可是那像這樣 茯苓粉的量大概要多少 實際上可以就是說 1比1 因為只要看它不要滴那個糊 就是糊狀的比較濃稠 推得開就可以了 那敷上去也是薄薄的一層嗎 是薄薄的不用一直去搓它 對 就像剛才把它那個肉桂粉一樣敷著就好 就好了 不要太厚 不是在做塑餅喔 對 會太可口 如果剛剛我們今天 封閉的味道想說要換一換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蛋白 那蛋白敷的那個效果就很強 那當然是有 這個大家就有試過了對不對 非常有效 滿好的 好 來 謝謝向老師 來 我們那個方法有沒有 先敷一敷 按摩一下 然後再繼續按這個陳醫師的 穴道 穴道 弄一弄 然後再加上電波拉瓶 弄一下 對 然後加上楊醫師她的一些正確的一些觀念 運動 減重 這樣子我們才一輩子讓自己的身材 非常有自信 對啊 當媽媽也是要美美的喔 對 謝謝所有來賓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集是電影劇鎖定 請你跟我跳過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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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用愛的小手 然後去觸發 告訴她 對 去觸發她 她會去推妹妹 然後打妹妹 然後就跟妹妹說 這是不對的 不可以 然後有妳的口氣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我想 這個不是我 我講的話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還記得下午的動作嗎 你們該不該放手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播 接下來播出 金車猛回頭